疫情當時很難請工人 我寫了這麼多東西 就沒人想做我的工作 還是你想他做了工作後 劈砲不努 當然不想 但以你的認知 會不會呢 例如我的兒子 大兒子有SCN需要的 如果寫了下去 會不會真的很難請人呢 其實如果你預先說了給中介聽 當然是一些良心中介 他們會因應你的情況 你也知道我剛剛從菲律賓回來 我們都找到一些姐姐去照顧開殘像 或者他家裏的人是有這類型的 當然我們都需要他用譜砲給我們看 最基本上他有這個認知 如果不是的話 他看到一個SCN的小朋友 或者是一個腦退化的長者 他們都不知道他怎樣 而且他會覺得反應 有一個個案 原來那個小朋友 都是有時候會襲擊人 僱主是沒有報道的 那個姐姐來到幾天就不做 就來我那裏找一個新 那個中介其實騙我 溝通的過程才知道 你有沒有跟那個姐姐說 沒有 每個小朋友都頑皮的 但是不會去到這個情況 襲擊人家 因為他是SCN的 他會咬 但是說他讀小學 他一吻他會咬 真的咬到出血 我們都會跟那個僱主說 其實你是需要給中介知道 給中介知道 也保護你的小朋友 也對 如果你自然反應我 我不知道沒有心理準備 你的小朋友會襲擊 我便會推你 我便會有機會動手 那對於小朋友都危險 還有他可能會比較 有些SCN的小朋友 喜歡摸車輪 車輪轉的時候 是呀 還有很喜歡車輪 很喜歡 很鍾情一些東西 很雀躍 很雀躍 你在街上很危險 那個姐姐是不知道 我們都會叫那些僱主 你需要報清楚 譬如長者 可能她有情緒上的需要 有些缺失 這些更加需要 譬如舉個例子 有些人覺得 為何要跟她說 長者一晚起多少次生 這是需要的 她會知道 我的休息時間是怎樣安排 你知道 你來接受 變成她來到不會 那個反差太大 亦都是那邊的訓練中心會教她 你應該去怎樣做 你的時間管理 有時他們不知道 只是一晚起十幾次生 第二天的話就很累 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就要報清楚 譬如有寵物的 就像我自己有五隻小狗 嘩 我們會告訴她 我什麼品種 如果有小狗 我們會給她 會給她 這個也是很重要 還有很甜蜜 你也準備迎接她 歡迎她 來到你家 做你一個家傭 住在一起的時候 沒理由不知道 好像賣豬仔 是這樣的嗎 現在其實很多時候 很早說不做 那些姐姐 因為那個期望 跟她 又出入了 很大出入 是的 她打算照顧那隻小狗 怎會突然之間 變成了一隻大狼狗 然後或者原來是 原來是 她又拖又拖不住 有啊 因為我們最近好笑 我跟一個僱主聊天 就是說 我們幾個僱主吃飯 開門的時候 我說好可愛 現在有些人請來抽狗 我們問她 你是哪一種狗 因為我自己也有狗 她就說 中型狗 原來是自娃娃 但有些說中型狗 原來是金毛 哦 那相差很遠 下次直接要說 那個尺寸 那隻狗 就10kg重 柴犬 至少大家會有個認知 拍照就最好 你不怕狗 不代表不怕 德國狼狼 狼犬 就算狼犬是很忠心 或者很好教 懂得教才行 是啊 他們就會用一個中型的狗 去說 我們都會說 這裡你還給 你需要不需要抹車 需要不需要手洗衣 這些我們都會告訴她 手洗衣當然 我們都會說 If necessary 就會需要你 這些特別的 你有天台 你都要告訴別人 我們就說 報清楚其實都是保障你的本身 沒錯 減低很多風險 還有一件事 有時候僱主開頭就說 為何你這麼有趣 連打風 日子怎麼安排 她是家用來的 是啊 打風是我的家 是啊 這個我真的想不到 你剛才跟我們提醒了 我說還有什麼重點 竟然這個是重點 現在以前不是重點 是 自從上一次黑雨事件之後 我發現是一個重點 因為其實我們都有僱主的群組 發現很多僱主 上年又真的特別多 特別多 但是那些姐姐就拿著 我的休息時間是24小時 是 上次黑雨和風球 剛好都是星期日 那他們出去之後 那一晚沒有回來 那就是有些就會說 你都知道外面的黑雨 我24小時休息 那我不回來 I stay in the safety place 那那些僱主就很生氣 是啊 還有又不知所措 是啊 可以怎樣呢 可以怎樣呢 那她會不會出去 真的有些什麼事 因為其中一宗就是一個男工 菲律賓人是浸死了 那大家都很擔心 那其實呢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打風落雨安排 黑雨安排 其實當日應該就是怎樣呢 她是預早知道 那天會黑雨 那她是需要留在一個安全地方 或者要提早回來 是的 那僱主可以先發個訊息給她 發個訊息給她 什麼時候會掛黑雨 你要什麼時候回來 基於入境條例 你是需要留在僱主家裡住的 如果不是呢 你就是違反了那個 入境處的逮留條件 是的 即是Bleach of Condition of Stay 那我們都會告訴她 那如果萬一 就是她一定 假設那個僱主沒有告訴她 她一定要幾點鐘回來 她不願意 但是呢 在她認為那個24小時的休息日之前 她說我回來了 不過現在在黑雨中的 我冒著大雨 冒著生命危險 我也回來 但是真的touch wood on the way的時候 有什麼意外 怎麼辦呢 你說這個責任誰屬呢 是的 因為如果在這段時間她外出了意外 我們那個勞工保險未必會遇到 是的 是的 所以我當時就接在僱主協會那邊 因為其實主席和副主席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是的 那立刻聯絡我 那段時間我還是在地區工作的 是的 做著地區工作的 那我就即時幫她們 draft了一段英文 發給姐姐 那就是內容都類似大概和剛才所說的 是差不多 那姐姐是說30分鐘之內 就已經立刻上了的士回家 說的是幾個姐姐 是的 因為某些時候那些姐姐也都會覺得 僱主不懂得僱傭條例 是 亦都不懂得入境條例 那所會有這個操作 還有有的倆 但是當我們很認真跟她說這件事 她就會回來的 還有都說明 如果你黑語我都沒見到你回來 或者你再不回電話 我會擔心你的人身安全 那這個也是事實 那所以我有機會是因為這樣而去報警 是基於你的人身安全 是的 因為你看過那個男工放假都浸死了 那一次 其實都是陰工的 都是陰工的 所以我們都會去建議是這樣去處理 還有其實我們最強烈要求就是僱主 勞煩你 看清楚所有的勞工法例 其實當一個中介你去請姐姐的時候 特別是你接姐姐的時候 其實職業介紹所有的條例 就是我們需要給一份的資訊包 那當然有些僱主不拿資訊包的 那你就可以上外籍家庭用工的勞工署網站 參考資料那裡其實是有所有的小冊子 是的 也都有video的 其實每一次有每一個姐姐來到我們家 我們作為僱主都會收到這個資訊包 是的 其實都是確保了姐姐和僱主的權利都寫在裡面 所以有時候真的需要認真地看一看 是的 需要熟讀 還有選中介方面當然也都要留意 他本身也都屬不屬條例 那好像我們協會裡面 120間的僱傭公司裡面 是有三成已經完成了ERB的僱傭條例課程 和合約法的課程 也是考試合格拿了證書的 那他們這一類型的對法例的熟悉是幫到僱主很多的 因為會基於他的經驗再加法例再配合 這樣的話整件事出來是很不同的 第一個僱主不會犯法 是的 那整件事就運行得很好 還有僱主其實都需要除了勞工法例之外 也都需要參考評機會的歧視條例 私隱條例等等的事情 整個聘請的過程就不會被人騙了 但是我作為僱主 就算我請工人請超過十年都好 但是有時候有一些事情 我覺得硬是不知為何處理得不好 例如我對上的工人這樣 他真的學習的天分不是很充足 我教他的東西特別是一些新的東西 可能他其實也不是說年紀很大 四十多歲都我覺得不是很老 但是他就比較 因為他在香港時間很長 超過了十年了 我以為他會聰明 因為你都在這裡這麼久 誰知我教他用新的東西 他都不會用 不懂也不要緊 不問 然後不問之後 亂按 按到我的東西壞 要不就弄爛了 我其實很生氣 不懂 因為怎麼搞錯 你不會問 你不要亂搞 你弄爛了 那怎麼辦 我們究竟有什麼補償的機制呢 因為我有聽過 現在我新來的工人 他比較有自覺 我記得他弄爛了一個淚水器裡面的水箱手抽 他就立刻跟我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弄爛了他 不如我賠錢給你 那個多少錢 你在我那裡扣 我本來都沒有打算扣就算了 爛了爛了 都是膠傷 但之前那個工人就不是 他弄壞了我 真的整個東西 我可以怎樣罰他 其實基於勞工條例 不如說 如果基於勞工條例的話 其實只可以扣他300元 每一件物件 亦都不多過月薪的四分之一 其實這件事對於香港僱主來說 都很淒涼 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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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現在是用電熱水壺 只是那樣東西的價值都已經不同了 變成我每一塊的家電 現在又說要推動智能的家電 很多的電器 譬如我一個吸塵機 都已經可能要幾千元 這樣都被它弄壞 那怎麼搞 你記得有一個吸塵機 是一個天氣的名字 吸塵機很貴的 例如早期 弄壞了 然後馬上覺得怎樣 是否罵你又不回來 我又一個這樣 罵你又怎樣 所以現在他們會進展到 不停上滿教 我們都建議 我們都由這個吸塵機 是呀 很好的 我都覺得那個售後服務很好的 我用了也有十三年 他到現在 我只要一打給那個銷售員 我說我轉了身 孫姐姐也會上來再教一次